北京時間9月14號 胡人今年休賽期進行了乾坤大挪移 隨著小加索爾離開 對比上個賽季 胡人只有3名球員還在陣中 這3名球員分別是詹姆斯、農梅哥和霍頓塔克 詹姆斯和農梅哥是胡人的基本盤 霍頓塔克是胡人非常看重的一名年輕球員 在上個賽季交易截止日 胡人本有機會得到落銳 卻因為不捨得交易霍頓塔克交易終止了 在今年休賽期 他們又用3年3200萬的大合同 把霍頓塔克給留了下來 霍頓塔克下個賽季年薪950萬美元 僅排在3具投吃後 是胡人第四季的球員 目前之中擁有13份保障合同 他們還有兩個這種名額可以簽約新球員 他們應該把這兩個名額留給誰呢 美媒Class Points列出了5大選項 詹姆斯的前隊友和老鄉都上榜了 包括威少的大學隊友都上榜了 第一個恩尼斯 恩尼斯多次向胡人毛遂自荐 希望加盟胡人打球 渴望穿上胡人球衣 而胡人也是對恩尼斯有益 雙方都有益 現在的主動權在胡人手上 Class Points認為 恩尼斯的表現不是太穩定 卻依然能成為球隊的第14人或者第15人 上個賽季他的三分命中率高達43.3% 而過去5年他的三分命中率達到35.7% 基本相當於聯盟平均值 另外他有不錯的身高臂展可以提升胡人的側翼防守 憑藉著不錯的三分命中率和防守能力 他可以融入沃格爾體系中 並且成為胡人替補席上重要的一環 第二個馬修斯 儘管上個賽季 馬修斯大多數時間手感很冰涼 但是他的防守和場上的拼截都還在 也是比較適合胡人的 最近馬修斯已經取關胡人官媒 這似乎意味著他和紫禁軍團的緣分已近 但是胡人如果找不到合適的球員 牵下馬修斯未嘗不合 值得一提的是 馬修斯曾在采訪中表明 他還是希望回到胡人繼續打球 第三個賈卡爾·桑普森 作為詹姆斯的老鄉 桑普森也是出征在阿克倫 桑普森過去兩個賽季在步行者效力 他能夠打5號位 這對於胡人來說是非常好的消息 新賽季胡人由於空間的問題 因此有意讓農媒各打5號位 這樣的話 農媒就要面對5號位激烈的對抗 再加上他玻璃人的屬性很容易受傷 一旦農媒受傷 胡人攻防兩端都會下降很多 因此農媒打5號位不是很好的選擇 但是桑普森來胡人之後 就可以與霍華德、小小丹 一起出任球隊中鋒 把農媒放在4號位 這樣的農媒實力才是最大化的 再加上桑普森可以主防多個位置 在重視防守的胡人隊內 顯然有會不錯的上場時間 第四個霍利斯·傑夫森 霍利斯·傑夫森有著不錯的身體天賦 1米98的身高 有著2米18的地站 這讓他在防守端如意得水 可以從2號位防到4號位 在17到18賽季 傑夫森打出13.9分 6.8籃板 2.5助攻 1蓋帽 1降斷的數據 可見無論是進攻端還是防守端 傑夫森都有著不錯的實力 再加上他還可以主防2號位到4號位 這也提升胡人的外線防守能力 在重視防守的握杆手下 相信他會有不錯的表現 第五個 勒福 勒福一直都是胡人關注的對象 由於騎士要培養內線新秀莫不理 因此勒福將不在騎士未來的機會中 而勒福的大合同將會使騎士很難把他交易出去 因此雙方只能通過買斷的手段 一旦勒福買斷 他很可能加盟胡人 另外胡人也會盡全力去追逐勒福 這也是為什麼胡人會有一個名額的原因 勒福有著不錯的實力 他可以拉開空間投三分 這對於下個賽季缺少空間的胡人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另外他還有不錯的籃板能力 勒福曾經打出過單賽季場均26加13的數據 有了他 胡人的內線實力提升非常明顯 再加上他又是詹姆斯的前隊友 與詹姆斯合作過幾年 融入胡人戰術體系不成問題 另外他還是威少的大學隊友 與威少私交非常好 這些都是勒福加盟胡人的主要原因 那麼你認為 胡人能否前緣以上全員中的其中兩個 完成陣容升級的 胡人現在的13名球員 每個人都有兩把刷子 但美媒體報導 一支球隊的總上場時間是有限的 每個位置48分鐘 五個位置合起來就是240分鐘 而三巨頭的上場時間都是30分鐘起步 剩下的不到150分鐘 10個人區分 對於沃格爾的排兵佈陣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一支球隊沒有固定的一到兩套輪換 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球員上場時間稀碎 很難培養默契產生化學反應 對阿斯拉奇克 胡人跟隊記者 尤班布哈 對目前的陣容進行了解析 根據不同的打法列出了兩套輪換陣容 並討論各位置球員的位置與角色 傳統打法有 守法有威少 阿林頓 詹姆斯 農梅哥 霍華德 第二陣容 納恩 霍頓塔克 貝斯莫爾 阿里扎 小喬丹 第三陣容 龍多 蒙克 和安東尼 在小雜族離開後 胡人傳統陣風只剩小喬丹和霍華德 直接鎮壓到了這個階段 小喬丹和霍華德其實都不太適合首發 但山中無老虎 猴子稱大王 一定要在兩人中選一個的話 那霍華德的機會必要比小喬丹大一些 詹姆斯 農梅哥 都和霍華德合作過 更有默契 考慮到威少缺少三分球威脅 他需要搭檔一名 靠得住的射手 阿林頓因此會出任首發得分後衛 小球陣容有 首發威少加阿林頓加貝斯莫爾 加詹姆斯加農梅哥 第二陣容 龍多 納恩 霍頓塔克 阿里扎 霍華德 第三陣容 蒙克 安東尼 小喬丹 雖然龍多在胡人獨冠賽季表現搶眼 但布哈認為 考慮到龍多上個賽季狀態一般 他只會成為球隊空位的第三選擇 排在威少和納恩之後 如果沒有發生商品 龍多上場時間有限 當然了 到了季後賽 情況可能會發生變化 但現在沒必要考慮那麼長遠的事情 胡人沒有實力特別突出的得分後衛 但這個位置競爭卻是最激烈的 貝茲莫爾 阿林頓 蒙克 霍頓塔克都是得分後衛 納恩也可以打這個位置 貝茲莫爾和阿林頓都很有實力 胡人非常看重霍頓塔克 布哈認為 蒙克會掉出輪換 如果真是這樣 那就非常可惜了 蒙克年僅23歲 他是胡人為數不多的年輕救援 蒙克放棄追求大合同 底薪加盟胡人 是希望能在這裡學意快速成長的 如果蒙克無緣輪換 那對他會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傳統打法 詹姆斯會佔據小前鋒大量的上場時間 但如果打小球 這個位置競爭會很激烈 貝茲莫爾 霍頓塔克 阿里扎 安東尼 都可以打這個位置 防守有優勢的貝茲莫爾 霍頓塔克和阿里扎 會比安東尼更有機會 大前鋒 無論是傳統打法還是小球陣容 詹姆斯和農梅哥 都會佔據大量的上場時間 剩下的時間 安東尼預計佔大頭 中鋒就是農梅哥 小小丹和霍瓦德三人分享了 農梅哥肯定不希望自己太多出現在這個位置 但是胡人戰績有壓力 那農梅哥硬著頭皮也要頂上 布哈表示 如果不考慮傷病因素 胡人最多只能打11人輪換 這意味著至少有三人要坐穿冷板燈 以目前的質問來看 小小丹、蒙克、隆多是三位 最可能調出輪換的球員 當然了 漫長的賽季不發生傷病是不可能的 尤其胡人還是一老將居多 所以沃格爾現在看似是遭遇幸福的煩惱 但如果發生大的傷病潮變成橋夫 難為五米之吹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胡人多一些能打的球員總是有備無患啊